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吹风机的实测影片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影片呢 原因就是我使用了一段时间的 这个Tescom的吹风机 它已经寿终正寝了 所以呢就有了另外两支的一个评测 那这一支呢 它其实我买来的时候非常喜欢它 因为我觉得它是在平价吹风机里面 表现的算是蛮好的 我当时买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它有一个负离子的功能 它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项他们自己的科技 就是号称吹出来头发会比较柔顺 带有水感 但这个东西号称是一个胶原蛋白 然后这个补充的是要额外购买的 而且它购买的方式蛮麻烦的 就是你必须要打一个电话 然后跟它说你要购买 没有办法直接在专柜上买到 所以事实上买了这个吹风机以后 从来没有回购过它里面的这个胶原蛋白 那我使用下来我也没有觉得 少了它有什么问题 可是呢它有一些很不方便的地方 例如说刚刚放胶原蛋白的这个压槽 它很容易会弹开来 所以有时候我如果稍微碰到我的吹风机 它就会弹开然后这个东西就会叠出来 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它后面的这个防卡副头发的这个网子 也很容易会掉下来 所以整体来说这个吹风机的质量我觉得没有到非常好 但是以它的价钱来说我觉得也算是对得起这个价格了 那之所以它没有办法再使用的原因是因为 这一支吹风机我当时觉得 它的电线上有这个火车是一个很聪明的事情 所以我的吹风机一直以来都是收纳的很整齐 不过疑似就是因为我这个收纳方法 导致它这个电线的地方是完全坏掉的 就是它的电线已经断裂了 那即使我插电它还是没有办法开启 那这支吹风机呢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然后以这个价钱我还是会考虑它 我不会考虑其他的 原因就是它吹起来其实对于头发的损伤并没有很大 然后它的风量我觉得算是中等的 就是也不会说吹很久然后头发都不会干 它自己呢是有几个功能的 例如说你可以调整它的负离子多跟少 那我是直接都是开到最大 那它也有冷风的功能 因为我是很怕热的人 所以我吹头发很容易就会吹到就是火气上来 那它的温热风在后面的地方可以调整 这一点是我觉得日系的吹风机都做的蛮好的 就是当你一只手在拿着的时候 你可以非常轻易的切换温热风 然后或者是按下冷风键 所以这一只吹风机我觉得整体来说冷热风搭配 这样去吹头发你的头皮不会受损太严重 然后呢头发也蛮快就会干了 但是我朋友曾经用这一只吹风机的温风去吹 吹了大概半个小时他觉得头发都吹不干 所以这一点就是要提醒大家 那在它死掉之后呢 我就开始考虑说吹风机到底需要什么功能 其中一点就是刚刚我朋友说的 就是你的热风够够热 因为其实刚开始吹头发的时候 你很需要有一定的温度 才可以让你的头发非常的快干 然后接下来就是风量嘛 那桌上这两只吹风机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两只应该是市场上占比率比较高的 然后也算是比较知名大牌的 一只就是Panasonic他们家的NanoCare 那另外一只就是Dyson的吹风机 那我觉得还有一些蛮重要的点 就是你的吹风机会不会很重 因为这一台的重量我觉得算是一般 就是普通的女生手拿着吹 即使是挤腰的长跑 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所以现在就来跟大家评比一下 那目前手边的这两只吹风机 我觉得哪一只比较适合我 然后还有哪一只是比较值得购买的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他们目前在桌上的状况 你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Dyson这一只的电线是远比Panasonic 长出非常非常多的 这一只的电线 它的整体做工是比Panasonic好很多 然后也比其他的吹风机我觉得优质很多 它的电线是被包裹在一个非常硬实的圆形 有点几乎已经算是硬的胶条里面 所以它的电线做得很长 而且使用下来目前应该已经四年左右了吧 完全没有出现任何的裂缝啊 或者是什么的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那这个Dyson的吹风机啊 它算是比较旧的款式了 可是它一样还是有三段风速 然后三段温度 加上你可以顺冷的一个这个压 压牛 就是如果你觉得很热的话 你可以立刻按这一颗 它就会立刻凉下来 但是目前使用上来说 我其实很少用到这一颗按钮 因为通常你维持在零度 它其实应该算是四种温度 因为它有一颗 一个红点两个红点三个红点 然后还有完全没有红点的情况 完全没有红点的情况 吹出来其实就已经是冷风了 所以不太需要用到这一颗 蓝色的冷风按钮 那它的风速呢 开到最大就是三颗 三颗点点的时候 其实是会有一点点痛的 尤其是你不小心吹到眼睛的时候 真的会有一种 就是眼皮要被扯下来的感觉 所以这个我觉得 以风力来说绝对是够大的 那在这里附上了一个影片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左边的头发 用Dyson吹光机 然后右边的用Panasonic吹光机 吹出来的感受大概是怎样 Panasonic 这一支呢 呃 它的功能就比较多一点点 加上它的功能呢 大部分都取决于这个按钮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右撇子的人 其实你一只手放在这里 就可以非常轻易的切换功能 那Dyson的话呢 呃 如果你是左撇子 左撇子也可以非常轻易切换 那右撇子的话呢 就是你要透过 例如说大拇指这样去按 所以以按钮的设计上来说 我觉得都是很符合人体工学的 唯一一个点就是 Dyson的重量明显比 Panasonic这一支来的要重很多 那这一支呢 也是属于不小心掉在地上 可能会把你家瓷砖敲坏 或者是什么的 就是它的重量是明显比较有的啦 而且金属感比较强烈 那Panasonic这一支 你去摸它拍它 你都会感觉到它就是塑胶 那这个呢 它也是有三段不同的风速 那温度的话呢 它的调整是比较 呃 有自己既定的规则 它不是所谓的热风冷风 因为这一支我蛮喜欢的点就是 它一开始打开的时候 它都会是最热的风速 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 它最开始打开 只要你开机键 就是风速给它开下去以后 它就是热风 那通常我在用热风 稍微带过枕头了以后 我就会立刻按下这个钮 进入循环 循环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 因为它可以冷 热风 温风 冷风 不停的做交替 那在它自己的界面上 它不是界定于热风跟单纯冷风 因为它还有 额头皮 然后还有皮肤的这个功能 也就是说你今天 如果是想要单垂头皮 例如说有时候我们运动完嘛 那你可能头皮整个都是汗 那头发是干的没有问题 那或者是有时候你想要拿来吹一下 可能脸啊 或者是脖子上汗啊 它都有这个可以吹皮肤的功能 所以这一点我是蛮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冷 热交换 它自己可以帮我交替 我就不用一只手在那里按 雅按 那平常在使用Dyson的时候 我是 风速给它开到最大以后 我会不停的去切换这个热风的按钮 就是热风可以让我头发干的比较快 但是同时这两只的温度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长期吹热风 因为Panasonic的电线不够长 所以我稍微移了一下位置 然后等一下呢 我就是会把它直接开到最热风 然后去吹我的手 看我多久会觉得烫到没有办法忍受 基本上我觉得两只是差不多同时到达一个 我没有办法忍受的温度 我们单独来测Dyson这一只好了 这一只就是我刚刚说的 其实我觉得它的声音是明显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它在吹了这几秒以后啊 你的皮肤就会比较焦嫩的地方 好像立刻会有一种那种刺痛的感觉 所以像就是手指尖啊比较嫩的地方啊 就会立刻觉得受不了 那头皮的话我也觉得没有办法 长时间用这个最最烫的温度去吹 那这一只Panasonic的话呢 就时间我认真觉得差不多 然后烫熟的感觉就是也不会到让你觉得灼伤或者是疼痛 但是就是你不会想要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那这一只我觉得就是比较单纯的吹风机的声音 那这一只的话我觉得它的声音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个有更详细的影片 有人做过他们的音频啊测试 会让你的风非常集中的在某一些地方 所以呢当你在吹的时候 即使你是这样移动 它都很快的能把那个部分的水分给吹干 那Panasonic的给我的感受是 呃 它可以让你的头发在干掉的过程中比较不容易毛躁 像Dyson啊我平常这样子吹嘛 那因为我吹头发的习惯是会从后面往前吹 所以很容易吹完以后我会整个人呈现一个有一点炸毛的状态 那可是Panasonic以同样的方式吹啊 吹完以后我的头发只要稍微用手指头梳整一下 就可以回复一个正常人 不会是一个呃金毛失望的概念 所以这两只吹风机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你是发量多 然后你是求快速把头发吹干 你要选择呃Dyson这一台 那如果你的头发本身是瘦手语到严重的话 呃你可以选择Panasonic 因为它的技术是让你的头发在吹干的同时中 不会流失过多的水分 那另外一点就是价钱 如果你今天是有价钱考量的 我还是很推荐我以前买的Tescom这一台 因为这一台的话其实就是一两千块左右 那Panasonic的话大概都要四千到六千 那Dyson就更不用说了 它的价位是更高的 所以如果你是呃对吹头发 对头发这一块 你是有一定的价格限制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先从Tescom开始购买 那如果Tescom没有办法买足 你对于这个头发柔顺的需求的话 你可以再来选择Panasonic 我自己是用了Tescom以后 试用了朋友的Panasonic 非常明显的感受到Panasonic干的更快 然后加上它有我刚刚喜欢的模式 它可以冷热风切换 我不需要一个手在那个一直按一直按 所以这一台真的是目前我觉得 以这个价钱可以购买的最好最好 然后我也觉得呃我很喜欢的 那它后面的这个滤网做头发滤网也做的比Tescom的好 所以我觉得以高出一点点的价钱买这一台 绝对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非常突如其来的吹风机评比 吹风机这种东西不是常常在更换的 那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大家 然后大家都可以买到适合自己的吹风机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